小吕提供了几段视频 说是站在18楼邻居家门口拍摄的 视频中不仅有音响的声音 还有歌声 小吕租住在16楼 他说中间的17楼没住人 之前18楼的住户唱起歌来 隔着一层楼他都能听到 我们没有跟他吵之前 之前我们没有跟他吵之前 晚上十来点还在唱的 然后后来我们跟理论了一下 他可能自己也百度了一点东西 他们到9点半左右 他就自己就停掉了 菜马人家是回千安置房小区 不少房子是出租状态 李先生住在唱歌这户人家的旁边 说是最受影响 我们有时候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在家放音乐 然后对我们就是去吵吵醒 然后我们也去跟他沟通过 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点就错开 但是他是一直是处于一个不配合的一个态度 然后包括后期社区了警察了也都介入 然后就是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他有的时候他部分早上晚上他就唱歌 就一大早上给你吵醒 那么多次啊 早上估计七点钟就开始了 声音有多大 很吵的 然后是楼下还是楼上 就会放那个喇叭 就跟他说没用的 然后之前又好像有邻居也跟他吵过了 2月4号是星期六 小李说对方几乎又放了一整天的音乐 傍晚他和李先生受不了了 一块报了警 2月5号 记者在小李家采访时 没有听到楼上有声音 不过小李等租客担心对方还是不改 希望18楼的住户能在规定时间内唱歌 早上我们尽量不要唱 然后到十来点钟吧 那你唱就随便唱 十来点钟正常人的生活都起了 对不对 然后到下午我们也上班去了 也不可能在家里跟你争论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下午6点钟下班 到家也7点了 收收晚饭8点来钟了 那你如果说你分配小自娱自乐一下 我们觉得都能正常接受 谁的娱乐没有生活吗 记者来到这户人家门口 能听到音乐 不过声音很小 摄像机无法录下来 然后楼下邻居反映 您平时在家里挺喜欢唱歌的 唱歌我这样想 是常常没关系的 干嘛 没事 后来记者再次敲开门 要清晚的我走不进来的 大哥我们能沟通一下吗 对方再次关上了门 之后就不开了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社区 社区方面表示 18楼的大伯60来岁 一个人居住 从年龄上来说 还不需要特别照顾 子女一个女儿嫁出去了 就是她本人不是太好沟通吧 那她子女出面了没 她子女一般来说联系不到 她知道她爸爸这种情况的 她子女说她她也不会 就是说基本上也不会听吧 那还有其他亲属吗 她有兄弟吧 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这种有的 她喜欢唱唱歌 她说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 回来想唱唱歌 她说这个心情 你这心脑 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但你不能影响别人的 这个正常生活 关键是音量和时间段 时间段呢 当时书记刚刚说过的 就是说你不要太早 人家可能还在睡觉 你不要太晚 因为小孩老人可能睡得早 答应他每次都答应的 但答应以后 有时候他又 他又似乎有一点 做不到的感觉 目前社区建议 先看看大伯接下来的表现 如果仍有分歧 可以组织大家签一份公约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